空间摄影与应用 翁彩虫老师讲述 好 构图与奇景B这个单元呢 我们跟同学谈直 横幅跟剪影处理 主题的凸显 人物的尺度 还有背景处理的部分 好 第一个部分呢 跟同学谈拍摄照片的直幅跟横幅部分要注意的事项 我们一样用案例的方式来跟同学做简单的解说 那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横式的拍摄 横式的拍摄 那你可以看到 横式的拍摄呢 基本上有几个条件 取景的时候呢 它是横式的 那肢体语言呢 当然也就会因为你取的是横幅的状况 会被往左右拉了 好 那景框里面呢 我们就会发现 有非常多的关系呢 会跟它来做一个连结 好 比如说上面的这幅画你可以发现 好 当我拍横幅的时候 那毕竟会有一些横向的线条 比如说石头面跟这个沙地面搭接的这个线条 好 比如说沙地干面跟沙地湿面之间横线的线条 好 比如说两个小朋友在玩乐 两只脚底板之间往左边右边延伸的线条 好 比如说跟下面倒影的 好 这个部分就会跟实体跟虚体之间连接 就会有纵向的线条 好 那这些线条的分割呢 对于我们画面的选取就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 好 那同样的在线条的一个分割之下 我们也可以看到下面这张照片 好 同学在拿一个小DC拍摄建筑体的时候 并没有办法全然的将整个建筑体融入在你的景框里面 好 那融入如果全部放进去 好 融入进去以后 你又会发现有很多的不必要的这个内容 是你不想要的又删不掉的 好 当然你可以用后置的方式来消除了 好 那怎么办呢 所以如果你同学拿的是小DC的话 好 就去请你选取你要拍摄的建筑物 好 你想要拍摄的这个点 一样去思考横向 纵向 各种线条延伸在视觉上面的一个连接关系 好 就可以创造出还不错的照片 好 那你问我说 老师 我要拍建筑物 那到底应该我想要全部进去 好 那到底应该怎么拍 好 当然第一个方法 你退退退 退到最后面 好 退到你能退的地方 去看看你能不能拍进去 好 如果没有办法的话 很简单 前面我们有讲过 你可以利用广角镜头 好 利用广角镜头 会有什么样子的特色发生 你可以发现 我们建筑体 靠近左边的那一条直线 哎呦 这栋建筑物怎么是歪的 有没有 好 靠近边边的地方呢 你使用广角镜头 因为它紧身的关系 紧身大 所以呢 它会有一个变形的动作 所以你记不记得 前面我们有讲过哦 变形很严重的时候 就会造就哈哈镜的一个特效 就是我们的鱼眼镜头 好 那当然呢 你拍建筑体的时候 也可以试着利用鱼眼镜头 做出不同的效果 好 第二个部分呢 直视拍摄的时候 直视拍摄的时候 通常我们拍摄人像 比较常用直视的 那单一的人物上面 我们会去用直视的拍摄 避免什么 避免横向拍摄周边有很多 不必要的东西全部纳入我的景框里面 那主体要明确 主体要明确 背景呢 要干净 那通常来讲 站立的人形非常适合拍摄 但是不要忘记 景框里面也要提供给他一些 不一样变化的线条哦 好 比如说什么 一明面的这个线条延伸的可能性 或者你可以看到 这张照片上面右上角 沙地跟水面之间的关系 所以甚至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觉得什么 我可以再退后一步来拍 我可以再退后一步来拍 应该可以得到更好 更不一样的效果 OK 好 那右手边的这张照片 你就可以发现 所有的线条全部都纵向的 纵向纵向纵向之间 包括人的心体都是纵向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把整张照片拉长 好 比较有耸立感 好 比较有耸立感 好 右边的这张一样是小DC拍的哦 同学就会问我说 老师 那竹井到底是谁 好 竹井到底是人物还是建筑物 好 这个问题很好 小DC拍的时候不要忘记 好 我们就是比较没有紧身 好 比较没有办法去处理紧身的一个关系 好 所以你更要去注重 每一个在画面构图上面 产生线条的一个位置 好 下面一个部分呢 我们跟同学谈到剪影处理的部分 好 剪影处理通常可以让你的照片 产生非常多不同的一个特性效果 但是呢 它也是一个技术 一个技术的考量 那我用小DC到底可不可以拍出剪影 当然可以呀 好 我们来看一看 好 处理剪影很重要的 因为它的颜色 颜色被强化了 颜色被强化了 只剩下一个框框的一个部分 黑跟白之间的一个关系 所以呢 剪影的部分 最容易处理的就是黑白照片 好 黑白照片 好 那你既然只剩下框框的话 你就要重视这些线条构图的一个美感 好 所以呢 我是不是剪影 我一定要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之下拍摄呢 当然是 比如说你阴面跟阴面之间 关系非常强烈对比的时候 或者是你在室内 利用狼道 深的狼道跟外面白花花的阳光之间 也可以拍出剪影 好 那怎么样拍 你把曝光 曝光的判别放在亮的地方 所以再移回来 那你的主题的时候 很快的就变成一个 非常暗的一个处理模式 这个时候就很容易造就剪影了 好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右手边的这几幅画 在左边的这个竖形 你可以发现什么 它也不见得完全的剪影的一个模式 那基本上呢 因为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呢 它是处在一个比较朦胧的山间 好 那因为云层很厚 所以阳光透不过来 好 所以当你在拍摄的时候 云还是亮的 好 云还是亮的 那很自然的这棵树就变成斑斑薄薄 只重视在这个形体的部分了 好 但是呢 因为它并不是全然完全的直接剪影方式 所以你还可以看到一点点不同的色彩 跟它这个叶子斑斑薄薄的关系 好 当然你就没有办法看到 诶 我树上面有没有一只蝉了 好 那右边的这两幅画呢 你就可以发现都是我们学校的同一个地点 白天拍跟黄昏的时候拍 正向拍跟剪影时候拍 它的目标就会完全不一样 好 那这个时候还是提醒同学 请你要注意线条之间的一个关系性 好 下面我们来跟同学谈的是主题的凸显 好 主题的凸显 主题的凸显很重要的是 你要非常注意拍摄的目标 好 到底是谁 好 到底是谁 你真的相机拿起来拍什么 好 那尤其是风景照片 你更要去注意主题的部分 好 我们看到主题失败的状况 就是右手边的这一张画 好 你可以看到阳明山上面 花都开了 树都绿了 好 但是呢 拍起来就是你觉得好美 可是没有意义 这张照片可能很快的就会被你丢到垃圾桶了 好 那你可以看到我怎么样凸显主题呢 这个时候你可以去做局部的拍摄 局部的拍摄 所以中间的这一张呢 你可以看到哦 我们的主题就非常明显的跳出来了 好 那又因为它线条比例的一个关系 整个构图就非常美丽 好 那你看到左手边的这一张 好 实际上它就是一堆叶子 好 那透过光线有一些斑斑勃勃的关系 好 那我的镜头不够好 所以呢 我没有办法很快的拍出这个叶子 好 这个叶形好美跟天空之间的关系 没有关系 我想要留住这一幅画 好 那我一样去引用我的主体来做凸显 好 我让这个枝干进入我的镜头里面 我利用枝干之间的延伸跟叶片的搭配 好 搭配还有这个天空的关系 造成一幅还不错的效果 好 主题明显还有什么呢 我在大环境的景观拍摄的时候 很容易 虽然我的主体也具有非常好的美丽的背景 但是呢 你如果像右手边这幅画拍的话 就很快的你会忽略到拍摄的一个目标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 一直在跟同学强调 你拍摄照片不要让你延伸的线条 画面构图的线条有一些比较明确比例的一个变化 比如说纵横向 直接的横向或者是直接的纵向的线条 那你可以看到右手边的这幅画很快的山跟水之间的分隔 一个横线 一条横线 好 水面 阴面跟阴面之间 阴面跟明面之间又有一条横线的变化 所以这幅纵向的一个图画很快的构成了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的一个特性 那这张画面就会变得非常的呆板 好 那换个角度来拍摄呢 我把我想要拍的这两只天鹅跟鸳鸯 我把它拉到前面来了 拉到前面来了 好 那你可以发现我没有好的景深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做到我以鸳鸯为主 或者是我以天鹅为主的一个画面 好 所以我让这两个位置都是平均的 但是很快的我的视觉会往下掉 放在鸳鸯的身上 为什么呢 因为鸳鸯下面有一些跟水花之间互动产生的涟漪 然后有一些阴明面的变化 就会去吸引我的视觉往下来眺望 往下来看 这个时候我就会发现这张照片 因为我的重心是在下方 所以也非常的稳定 底下跟同学分享的是人物尺度的部分 好 人物尺度我到底怎么抓 我人物尺度怎么抓 前面有跟同学分享过 拍摄人物的方法 我可以去拍摄全身 半身 尖线以上 或者是局部线条 好 拍摄人物的时候呢 尽可能让人物不要拍得太小 尽可能不要让人物拍得太小 那你就会忽略了你的主题表现 比如什么呢 你看到右上角的这幅画 有一个人站在一只竹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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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 请你把你的人往前拉 拉在哪里 拉在你镜头最前方 这个时候你的人物就被放大了 如果说你是一个小DC的话 这个时候你的人物过大 可能会遮住部分青蛙的一个形体 但是有没有关系 没关系 我既看到青蛙 我也看到人物了 当你的相机可以处理景深的时候 那就更美了 你可以连拍两张照片 一张把你的焦点放在前面的人 后面的青蛙很快的只有剪影的部分 你也可以把主体放在青蛙的部分 这个时候虽然人物很大 但是他因为被模糊化了 所以你也会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特色效果出来 拍摄人物的时候 我们说要让主体变大 你可以看到左手边的这张照片 人物拍的很大了 背景单纯很棒 然后我还加了什么 你可以发现我有肢体表情 我的照片是从侧相拍的 我可以看到轮廓 我可以看到太阳照在他身上的阴明面 我去取决于他身上颜色非常丰富的这个衣服 所以我也把它纳入我的镜头 好 所以在这样子一个人性 人像拍摄上面 因为色彩丰富 所以具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出现 好 底下跟同学谈背景处理的一个部分 我们都知道 你拿着小DC的时候 很难很难说 我的背景可以做怎么样的好处理 那是不是我就不适合拍了呢 当然不是 你可以看到右上角的这张照片 背景非常的多 非常的紊乱 那你说 那我可不可以把我的主景 就是前面的这三个小孩 调到整个画面的大框框中 可以 但是你发现他的背景还是很紊乱的 所以 你就尽可能的移动你的相机 让你后面的背景 呈现某一定的一个完整 呈现某一定的完整 不要说 你左边右边切的都是一半的人 那就不好看了 好 那右下角的这张照片呢 你就可以发现 他把人物主体跳出来了 但是实在是背景太乱了 好多的人 还有一棵树 影响的东西是什么 小DC拍出来最基本的照片就是这样子 怎么办 其实最大的影响并不是后面背景的这些人 而是什么 那棵树 为什么 好 因为那棵树呢 颜色太鲜艳了 颜色太重了 他会强调我要拍摄主体的色彩 好 这张图怎么拍 请你往左边移 让你的树 影响你画面构图稍微少一点 那这张照片出来就会更好了 好 那另外呢 你也可以适时的去思考说 那我背景可不可以选择好一点点的 那同样的 我也可以选择我的前景可不可以好一点 可以利用什么样子的东西来协助我拍摄 所以你可以看到左边的这幅画 他有一些还不错 蛮干净的背景 然后呢 我为了让他的律动更好一点 我这个加了一根柱子 那人从柱子跳出来的时候 还有一些形体上面的变化 好 所以很简单的 你处理的背景的时候 如果你的相机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 你应该更必须要注意背景的干净度 前景深利用的时候 当然很快的可以淡化背景 但是也必须要注意 前景深我用的不是一无万利 一本万利 而是呢 如果你背景一样是那个非常重的颜色 大面积的颜色的话 同样的对拍摄效果也会有不容易 比较好的一个影响 好 所以当然不要忘记最后一件事情告诉你 尽量让你的背景淡化 好 那另外呢 我们继续来谈一谈单纯的背景处理 你尽量让你的背景单纯化的这个过程中 包括什么 好 包括他的线条 你就要很注意了 好 左手边的这幅画 你就可以看到很简单 他就是一台还不错的相机拍的 好 前景跟背景之间 他利用的前景深把它分得很清楚 而当他是前景深的时候 所有枝叶的脉络 都可以很快的拍摄出来 好 他有没有缺点 当然有啊 好 你可以看到 因为他取决于 他定点度的一个不一样 所以你可以发现 哎 这只青蛙有点比较过曝 好 这只树蛙有点过曝的状况 好 那另外还有什么利用的方法呢 右手边的这张照片就非常有趣了 好 你可以知道 这个是从室内往外拍 好 室内往外拍 好 通常来讲 你把光线 你把曝光 是对在室内的话 那外面 不用讲 就是一片过曝的景象 你就看不到这个人了 好 那你如果 把它对在外面的话 让光线的判别在外面 那室内就是黑的 那室内是黑的时候 你就要决定好了 你面积在你的景框里面 到底是多少 到底是多少 那这个部分就要很注意了 就要很注意了 好 那你可以看到 这幅画整个就好像是 一幅具有图框的画一样 那你可能很自然的 你要拍摄这样子的照片的时候 你都会想 我在室内 我要偷拍外面的那个人 所以我当然把那个人往内拉 那你不要忘记 你看一看这幅画的照片 你可以发现 人往内拉的时候 脚会被切掉 然后呢 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 这个铝框的框线 会被出现在你的画面里面 那效果呢 就可能没有这么的 这个多元化了 那这个也是同学必须要注意的 好 下面呢 我们就跟同学谈 在上面的过程中呢 我们已经跟同学从这个你相机横拿直拿 一直到背景的部分 跟同学做一个简单的解说 好 那下面我们要跟同学谈构图跟取景C的部分 好 构图跟取景C的部分 我们谈什么呢 我们谈前景的安排 你可不可以安排一些前景 让你的画面更丰富 那你的拍摄角度应该从哪里看 有没有特殊的状况 有一些画面快门按下去的时候 是难能可贵的 难能可贵的一个快门 这个时候 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拍出好的照片 再过来 你环境里面呢 知识要自然 怎么样自然 有一些方法 后面呢 我们跟同学再提到的是 阴天的天空 要不要拍 好不好拍 怎么拍 好 正向的人面 你从人的正脸拍 效果是什么 在这个单元也跟同学做分享 好 底下我们先来跟同学谈一谈是 前景的安排 前景安排的适当 前景安排拍摄的时候 必须要注意 你的拍摄主题是谁 配景是谁 配景会不会强调主景的需求 前景的色彩的关系 好 那你我们直接来看右半边的这两幅画 同一个地点 好 拍摄的时候 好 他的前景是谁 他的前景是这个 啊 马英丹 好 马英丹小姐 他是整个黄色的颜色 非常的鲜艳 好 上面这幅画呢 哎 我说呢 我前景为主啊 背景为辅啊 好 可是我的前景呢 画面又不够完整 好 画面又不够完整 又不够饱和 好像怪怪的被切一半 好 那后面的背景呢 形体还蛮大的 好 可是又看不出来 好 他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 好 那这张照片呢 就有点失败了 好 同样的 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张照片 好 虽然是望远拍摄呢 好 那我也把前景都被我淡化了 好 那怎么办 哎 同学会跟我讲说 老师 啊 我就跟你说 我的相机没办法做景深啊 好 啊 我小DC又没办法做景深 你在这边跟我谈前景背景 好 不要忘记哦 好 当这个花呢 跟你的镜头非常非常靠近的时候 不用担心 它就是会模糊 好 它就是会模糊 那就是你的前景 好 那你可以发现 这个时候啊 我前景模糊做到了 但是问题在哪里 好 我的花的颜色 非常的强眼 非常的丰富 而我花呢 又占了整个画面的一半 好 所以呢 我的背景又太远 好 完全就跳不出 我想要表达的那个味道了 所以就有点可惜了 好 底下我们同样的再来跟同学谈前景安排的部分 好 你可以看到这两幅画 都是我们学校的景物哦 好 前景我们刚刚在讲到 你去做花的时候 它可以是人为的 可以被你是手上拿着一朵花放上去的 好 那你也可以是自然的 好 那这两幅画呢 都是自然的 好 那你可以看到 左半边的这个我们的野指数啊 产生什么效果 哦 很棒哦 好 这个野指数产生特殊的效果就是什么 他把一个非常平淡无奇 一些元素一直在被重复的建筑物软化了 好 他把它做一个软化的特性 所以这个前景引导是非常好的 好 再加上我们镜头取镜的位置 让这栋建筑物具有消失的一个特性 好 所以这个特性就出来了 好 右手边的这幅画呢 大概是我们学校非常棒的一个景 好 因为呢 这个钟楼旁边呢 刚好是一棵树 而这个树呢 又不会太茂密 有一些简简单单的枝雅 树枝非常的细腻 然后它具有很好的引导作用 那又因为它是纤细的 纵向的 所以很快的具有一个引导竹井的效果 这是一幅很好的作品 好 再过来我们来跟同学谈拍摄的角度 那拍摄角度要注意什么呢 好 我们知道你在拍摄角度的时候去做一些不一样的变化 可能会有一些还不错的效果 好 比如说左半边最左手边这幅画 我做了什么样子不同的拍摄 我从上往下拍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的特色是什么 它的下巴啊 它的下巴这些线条被我明确化了 它这个脸啊 这个衣服的旁边的这个框框的线条被我明确化了 好 所以呢 从上面往下拍就要注意线条的变化 好 中间的这一张也是从上面往下拍的 在天空光的情况之下 你就会发现颜色的反射因为它的帽子颜色比较淡 所以很快的就会比较曝的一个效果 跟天空人为一体的一个效果 好 所以它一样是呈现的一个周边边缘的一个强化效果 好 右手边的这一幅画 我相信同学都很熟悉啊 就是我们学校正中间的楼梯 同学也可以去拍拍看能拍出什么效果 好 这幅画呢 如果你在晚上拍摄的话 就是这样子 再加上拍摄的同学加了一点新芒镜 所以远远的地方 bling bling的还蛮漂亮的 好 如果你在白天拍呢 你就会发现一个不太好的一个效果 就是我们的楼梯颜色不够丰富 好 那又会被楼梯抢走它的特性 好 线条特性 所以呢 照片就很容易变得怎么样 比较乏力 好 而你在晚上拍的时候 好 光影 好 打在这个减属面上面的一个特殊效果 就会被呈现出来 好 可以有一些还不错的效果 好 同学可以参考 好 底下我们来谈一谈拍摄的角度 好 那我们刚刚从 讲过了 好 好 从上面往下拍的时候 你要很注意线条 除了线条以外 你在外环境拍摄的时候 你会发现 外环境拍摄 好 你会有一些音明面上面可以去做设定的 比如说 左边边的这张照片 它刚好是在树底下 好 那旁边的这个太阳角度刚好过来了 好 打在脸上跟身上 形成某一种明面的一个特性 如果这个小女生再往明面的那一边 再往左移步的话 你就可以发现 那这个形态 形体上面可能有一些就会产生 跟太阳互动过曝的一个效果 好 那右手边的这张画呢 我们就把这个摄影的角度往下稍微移一点 往下稍微移一点 斜的角度 高度的拍摄 在日常生活中呢 最容易表现出好的动态特性 所以这个一样 强化肢体 强化细部 那这个可以拍出还不错的效果 所以呢 同学可以试着从威胁的角度去拍摄人物 好 再过来呢 生活中有一些非常特别的快门时机 怎么样掌握 接下来我们跟同学谈快门时机的部分 好 有一些时候你拍摄的过程中 你没有办法去跟他讲 123白好pose再来拍 他可能都是一个非常不经意的表情 非常不经意的动作 所以你的快门要非常快的按下去 这个时候我们最常使用的就是连拍 我噼里啪啦拍了一堆 一定有一张还不错的 那还有什么方法呢 很快的 你让周边的环境全部淡化 我把它全部拉到我面前来 让主体更清晰一点 让主体更大 那但是呢 有一些时候我们要创造的这个照片呢 大概是一个活动照片 你当你把人物往前拉的时候 很容易看不出来 他到底当时发生了什么样子的活动 会产生不错的表情创作 所以当然这些东西除了这个掌握 如果快门掌握以外 ROOM IN ROOM OUT 要多去试一试 多拍几张试试看 好 再过来生活中有很多知识 自然的一个模式 怎么处理 你可以看到千军一划 对不起 千军 知识的部分你可以看到 捕捉的镜头下 自然是最好的 自然就可以产生很多心情的写照 不一定一定要把人站好 比个耶 才能拍出好照片 那摄影师有的时候 你可以在自己的景况里面 创造一些更好的作品 比如说 左边的这一张 我小DC拍的 我很快的 我可以抓住这个景况 我要表达的是什么 我明明知道 吹起蜡烛的那一刻 蜡烛的烟会让环境 可能有一些迷蒙 可能效果不是那么的好 但是呢 我们就把相机拿好了 一吹蜡烛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好可爱 每个人的表情都出来了 这变成我们家非常重要的 这个一幅画 后来从这一张照片以后呢 我们每一年 每一次吹蜡烛 都会有人拍下类似的照片 一年一年摆出来 我们可以发现 动态感非常的强 好 再过来拍摄很多外部环境的时候 很抱歉 天空是你没有办法创作的 你遇到阴天天空的时候 怎么办呢 好 阴天天空就是灰蒙蒙的一片 它的天空不漂亮 不具有变化 而且呢 是灰灰暗暗的 这个时候呢 你拍摄的主体呢 很快的失去它的生命力 因为天空没有变化 那这个时候不要忘记 请你不要拍整个大环境的照片 请你尽量去选择局部的一个拍摄 选择局部的拍摄 为什么呢 你可以看到天空一点云朵都没有 它多无趣 还灰灰的 那再加上我们拍摄的主体 也是灰白色系的 那就比较难表现出它的特性 好 有一些方法 比如说 我可以试着去拍黑白的照片 那但是呢 在阴天的时候 它也会比较没有层次的变化 比较缺乏层次的变化 所以灰白照片也不一定是好看的 所以记住 遇到这样子的天气 你不要去拍大范围的 因为那就是完全萌萌的 你可以拍一些局部的特色的一个照片 好 再过来拍摄正像的时候 拍摄人像的时候 非常非常忌讳正面拍摄 非常忌讳正面拍摄 好 我们来看一看 正面拍摄容易使人 看起来呆呆的笨笨的 缺乏乐趣 为什么 因为正面拍摄的时候 五官的立体型不容易出现 那你可以看到 左手边的这张照片 还是个小女生 如果你拍你女朋友是拍正面的照片 再加上不小心 你的女朋友是一个大冰脸的话 哎呦 你就改戏啊 好 所以怎么拍呢 请你从侧面拍吧 侧面拍会有一些阴明面的变化 你五官的立体化 还有再加上你的一些肢体动作 可以很快的 很轻易的把你的画面做非常完美的分割 这个是人像拍摄的部分 好 构图取景 C的部分呢 我们从前景的安排 一路跟同学讲 我怎么样去做人像的拍摄 要避免的是正面的一个拍摄角度 那这样子一个过程中呢 希望同学对于构图跟取景 有更完整的一个认识 空间摄影与应用 这个单元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